谈谈经济 我们的老朋友 邓一文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提到了习近平的微信 我看了要跟经济有点关系 到底刚才盛平在节目稍早之前也提到了 虽然放了很多措施 股市也不买单 民企也不买单 外资也不买单 什么都不买单 那一文是提到了 就是说习近平的微信 因为在疫情处理三年不当 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疫情之后的今年2023年 经济也没有搞起来 所以让习近平在党内的微信 受到了一些损害 所以我们这边提到 到底经济大家对经济没有信心 习近平到底在等什么 师妹你怎么看 中国经济的信心 它不是建立在股市上面 它是建立在哪儿的 建立在GDP上 就这一点是中国和美国一个最基本的区别 怎么造成的 我一下讲不清楚 但是这个现象是非常清楚的 就在美国你可以看到 人心是跟着什么走呢 跟着股市走 你像最近股市一直好 上新高 大家就觉得美国经济又好 至于说美国GDP是多少 你问美国人他他也不知道 其他GDP还没有中国高呢 他增长力 所以说这是美国的故事 他不跟着GDP走 他跟着股市走 那中国呢他就反过来 人心是跟着GDP走的 他不在乎股市 或者说呢他股市不重要 我们看中国经济是高增长 就两位数的三十多年 但中国股市呢 三十多年就没动过 甚至有时候还下降的很厉害 这就是他不同的两个就是风向标 就中国人的信心是毛在 如果他有个毛的话呢 是毛在GDP上面 GDP只要每年两位数的 所谓的一 每周灾 周白丑 他所有的其他的问题 包括贪污腐败啊这些 这些分化这些都不是问题 就余建荣曾经呢 国内有个学者说过 他凡是能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 都不是矛盾 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那只要你GDP上升 你就有人民币 你就能解决那矛盾 而现在经济一下滑 所有矛盾就解决不了了 信心问题就出现了 所以他的信心的 比如要上市是上市的这儿 就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 就民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呢 则事不成 就今天中国我们看到呢 就共产党之民 因为他是要共产的 马克思主义之言 就马克思资本人之言 那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志的 和发展民营企业之实 完全背道而止 就这一点呢 就是 为什么这近几年来 都不是十年吧 近这三五年以来呢 中国人对经济的信心 对前景的信心 越来越不看好 就各个阶层都 当然都是如此 我上次节目我讲到新钱和老钱的故事 对吧 回去的感受呢 是老钱的怨声载道 哀鸿遍野 新钱的倒是雄心勃勃 觉得机会来了 我们的时代来了 所以新钱呢 就是在那种 AI的领域 电动车的 新能源的 家用电器的那种 这个领域呢 似乎是 大家很有信心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呢 这些信心也是短期的 因为确实现在就是 你在教培行业 在那种 电商平台 很多地方的 房地产 你是赚不到钱了 你如果还待在那儿的话 你就是 就是赔钱的 前景 但如果你换一个新的产业 你能赚钱 问题在于他们赚了钱以后又会怎么样 他还是会跑掉的 所以新钱 他会老 老钱也新过 为什么没有信心 其实就是的 过去三十年 人们 一直淡化的东西 从邓开始 邓江湖一直淡化的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个东西 现在被强化了 这是一个基本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过去民营企业家 他赚钱 他对前景基本有信心 为什么呢 一些比他更有 渠道的人 就 更有资源的人 赚的比他们还多 比如说吴小辉赚了多少 比如肖建华赚了多少 比如说江的小孩又赚了多少 李鹏的小孩 温家宝家又赚了多少 有这么多的钱车 在那摆着的 都是上十亿百亿的赚 他们觉得 中共不会再走回头路了 要共产 共谁的产 他们最有钱 所以他们对前景的 基本上是有信心的 尽管也骂娘 骂娘只是说 我赚的美女多 你就是这么动一动 就可以多少钱就进去了 我得辛辛苦苦 还这些年 反腐了 反腐的结果 那些一家一家的钱 都到廉政账户里面去了 到廉政公署 到张建华那去了 看出江家邓家 包括习自己 他姐姐的钱 都通通就是换地了 这也是没有信心的 就是我讲的是那种民营企业家们 他觉得 共产党 那个风起来 连自己都打 打哪天打我 还不是 轻而易举的事 所以这也是一个 就是由于反腐的成功 使得大家 或者说至少是有钱人 把资本 丧失了 原来还有一点的信心 本来是以为 共产党走到最后 也就是个名字在那 不会再怎么样了 甚至有人就提出来 上个世纪末的时候 还是党内的一些 就改期换制 所以卷期不交枪 就改成社会民主党 就不再搞共产主义了 不再提那个了 把石油制 保护石油制 直接写进宪法 列入党章 本来是朝这个方向期待的 那这些年 好像不这样 这恐怕也是信心丧失的原因 就是前面没有挡枪的人了 而意识形态又越提越厉害 全国现在只有这三五年 一下子有十几万的 叫做施政 这种老师教授 思想政治工作的 十二万 每年要培养的 大概六七万的 这种 法治主义的博士 硕士 这恐怕也是个信心丧失的原因 再加上刚才我说到的 一系列政府的政策 就是从政治正确出发 让来干预经济 以前参观 其实也天天在干预经济 用他们手上的权力在干预 但是贪官干预经济的时候 他是从经济利益出发 所以他每次干预的结果 是经济发展 尽管这个发展有时候是畸形的 不该发展的还在继续发展 但不管怎么说 从短视线来说 是有利可循的 大家都有好处 而现在政府干预 基本上是从政治正确出发 干预的结果就是 谁都没有好处 这个军大 这个黄历战本来就是不可能一直涨 这个你在美国那么久 那经济成长也不可能 永远都是两位数字 甚至8%一直涨 所以你觉得习近平怎么做 才会让中国经济稍微好转 我觉得习近平呢 其实在就等两个东西 就是说实际上说到底 我刚才讲了习近平呢 是说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啊 需要中国打造新的这个增长引擎 就是新的产业 他叫四新吧 叫新业态新技术 还有新产品 还有就是新的这种企业 像这些呢 如果要出来之后呢 他觉得呢 中国的经济能上一个台阶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呢 就要因为在过去30年发展中呢 中国靠这种就是 比较需求拉动性啊 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利益格局 实际上他搞独裁呢 他在目上想标出这些利益格局 然后来实现新理念 但是呢 我刚才也讲过了 就有点像美国这个 新的这种产业 创新产业 像美国的硅谷和国际民生一样 没错 美国的经济发展呢 一次一次的赢得世界的领先地位 那是靠硅谷的发明 但是老百姓吃饭不靠硅谷 所以说美国经济真有问题的时候呢 美国政府救济的是老百姓 和这个能解决老百姓的 和经济基本运行的企业 这就是李克强说的 保基本运行 保民生 保就业 但是呢 这个习近平呢 他是在等什么 等着他那套新经济格局运行之后 能够就活了 就全中国就活了 刚才那个谁 盛平也讲了 比如像有些民企 比如像宁德时代啦 你可以列出十几家吧 搞AI这些技术 这些民企 他们确实呢 在世界上里面 问题那是烧钱的 那我们了解 硅谷都知道 那没错 他钱是烧出了 比如像比尔盖茨啊 像那个苹果呀 他烧出这些问题 他多数企业呢 那个整个那个钱 那不是老百姓 不能靠那个吃饭 所以我觉得 习近平呢 就等着这个新格局 这个我觉得等不来的 新格局即使有了 他也不能解决 国际民生的基本问题 这一个 那如果新格局不能有呢 那最后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自己过去说呢 共产党的独裁者呀 在经济上发生事的时候 他就要迟疑 其实习近平在迟疑阶段 到出现人道主义危机 就饿死人的时候 他得回头 金家三代独裁者 斯大林 毛泽东都是在饿死人的时候 就得回头 习近平我觉得呢 他下一个在等什么 这个不情愿 但是他一上台 他就做好准备 比如底线思维大动大浪啊 就是等着 如果经济 如果真的出现崩溃的时候 他可以还可以 栽赃给什么美国啦 再甚至栽赃给什么这些境外势力啦 可以栽赃给什么自然灾害呀等等 然后他不会说是他的问题 于是呢 就要对经济进行管制 或者呢 比如人家讲的说 那这个可能性会不会出现呢 我觉得其实 这个刚才那个盛宴讲 李强的难 李强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他要避免出现这个局面 那毛泽 实际上后来就周恩来呢 最后 之所以后来说周恩来也很难 也在于 他就怕中国再出现 五九年到六二年 他在拼命工作 所以后来人家问邓小平 你这周恩来怎么样 周恩来 邓小平说了两句话 高恩圈说 就是频道的到位 就是说 他第一句话说呢 因为有了总理 王大民 没有造成那么大的危害 他说那也是因为 有了总理 王大民 能进行那么长时间 这两句问题 就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的意思说 习近平呢 如果等不来那个新歌 就是要坚持一意孤行 先利后破这样的 最后的就是会 结果就是满地创意 以地鸡毛 然后再找几个人 做替罪羊 同时呢 又这个自己呢 又开始呢 进行一个 把这个对经济性 全面的管制 等到好转着 他要干什么 究竟是能够吸取教训呢 那有的独裁者 都是吸取教育 真的就进行一些经济改革 邓小平可以算是吧 原来他一跟着毛泽东走嘛 后来的时候 这个到七九年 七八年底 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 他就开始准备搞改革开放 而且他觉得 那条他其实觉得 不仅毛泽东路不行 当时陈云他们就认为呢 毛泽东错了 我们就回到十七年 回到斯大林模式上 那邓小平就认为 那个模式也不行 要搞改革开放 要学美国 要跟资本 全球资本主义接轨 他要搞这个 所以我觉得 那当然那个习近平还有 我觉得他有个 扬寿的一个大限问题 他的身体到底行不应 反正我问过 所有给他看面相的人 都说习近平有病 就是他化妆之后 都可以可以看出 他有病 因为你找个中印去看到 给他看看那个样子 他讲话那个那个样子 他们都会说他有病 和平在线上吗 我在 怎么样 你对习近平 精改 有没有可能性 什么叫精改 可能性 经济改革 刚才这个 军涛提到 我觉得军涛 实际上讲出来 一个问题的 一个所在 就是说 在习近平看起来 他是要进行产业 也好 经济结构 也好 去调整 要要掌控 第四次公业革命的 这个主大的权力 让整个的中国的经济 产生一个 一个完全不同的 他的心理 你的一个变化 但是确确实实 有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也好 西方国家也好 虽然我们说 这个社保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毕竟 他有一个基础性的 社会保证体系 美国人之所以乱花钱 赶花钱 就是因为跟他的 社会保证体系 是有一些关系的 那么中国的 社会保证体系的 这种没有建立 但是同时 是挥霍 这个早几年 这种 这种 这个张狂 那么造成了一种 现在的经济 一旦出现问题的 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差 那么中国的经济 到底会怎么样呢 那么 从感受来讲 中国的老百姓 感受是非常的强 但实际上 中国的老百姓的 腰包里面的 这种财富的能力 可能不亚于 这个美国的 这个老百姓的 这个能力 但是美国的老百姓 他有一个基本上的保障 你最苦的 美国就是中产阶级 你有一个工作 你反而要承担很多的责任 对吧 如果你真的是没有钱 你反而会社会上 会给你很好的保障 保障到你简直 无法想象 相信他的这种好处 所以中国要建立 社会保障体系 现在是非常的关键 它比这个扶贫 本身还是要拿很多 扶贫吧 你毕竟是一个 比较低水平的 一个这样的 一个经济的 一个原作 对吧 那你要解决社保的话 那实际的范围 就远远远远超过 这个扶贫 对不对 所以这个难度相当的大 而且现在 大家没有信心的情况之下 愿不愿意 交接社保 医保 这都是一系列的 这是问题 所以老百姓的 这种情绪 再加上社交媒体的 这种撕裂 对吧 让极端的言论 更引你得到这个呼声 政府又没有 基本的公信力 但是这个里面的 最终还是要看数字 不管是GDP的数字 还是进去考虑数字 还是你其他的 这个商业情况的 这个变化 中国政府的 现在的手中的工具 基本上没怎么用 没怎么用的一个语言 就是可能在习近平 看起来 或者是他们决定层 看起来 我经济就是要把它打掉 原来那些泡沫 就是要调整 不喝的东西 我不在乎这个股市 也不在乎 你们现在的这个情绪 甚至我就是要粗暴 那么实际上 受到的伤害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人们的这个性情 就越来越弱 但是数字一旦改变 会出现变化 人们的情绪就会回来 就会回来 这个根本就不是 一个大的问题 只是说 给个这个东西 你很难保证 就一定会成功 对吧 一定会回来吗 明年一月份 或者今年你底 原来我们一般日期 今天应该有一个 比较好的反弹 结果没有出现 对吧 没有出现的话 心情继续下一步下滑 但是明年一月份呢 对吧 明年二月份呢 对不对 你看到今天的很多的 各种各种素质 就很迷惑人 而且很容易 留成一个 你心理上的定势 但实际上位置 在十一月份 在回 这个去中国投资 是创纪录的 回去啊 三百多亿回去了 去了中国投资市场 而且一般华尔街的 这个投资基金 开始有相当多的人 是看好明年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 所以 所以这些东西 你当然 你很难说 最近一定就会 华尔街是正确的 或者是 习近平是正确的 这个还是要经过 一段时间的调整 老百姓也好 我们也好 有时候掌握的这个情况啊 不但是这个局部的 还有可能是被误导的 即使是习近平 也未必真正的掌握 他还是要看 这种的这个数字的反应 我觉得中国的 这种艰难的转型阶段了 它本身的这个代价呀 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它估计的代价 都是很大的 因为那产业的 这种迭代的速度太快 那云有的是个产业 得不到很好的这个照顾 就让你电商发展了之后 你的这个商场的神力就没了 对吧 但人家在生产的心理里面没有 他不会去理解说 这个电商已经取代了 他的理解就是说 哎呀太惨了 太惨了 因为这种惨的情况 在很多的国家 如果电商发展到一点程度以后 那几乎是个别人的状况 老百姓的这种情绪 是明知已开 他不能再接受 共产党性的这一套 共产党这一套的 最恶心的一个地方就是 他把信息封锁 他不来讲不讲真话 对吧 就像最近讨论经济一样的 只准唱好不准唱衰 那你说这个 那你唱好有什么意义了 就没有意义了嘛 反而会增加 大家对中国的经济的 这种失望感 我认为有很多问题 其实是老百姓的认知的问题 但是很多的问题 也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府来讲 他真的是做到一种 就是说 一些最奇迷的东西都没有做到 或者是一些最奇迷的东西都不应该那么搞 比如说正常的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 对吧 你比如说唱好唱衰 那是他正常的一种经济的判断 就像我们这边 你尊涛可以唱好 我们可以唱衰 都是可以的 对吧 这不是说 我就认为尊涛唱好 就一定是跟根党拿了钱 不可能是这样去讨论问题 这样讨论问题就没办法讨论了 你在中国唱衰 中国经济 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什么什么 一种攻击 这个他神经病了 那金东 对 我觉得第一个呢 我觉得外资其实呢 就是进入中国 我在前面说 我讲过实际上 我们讲外资有三块 第一块是贸易 服务于贸易 像买方信贷 卖方信贷 这一块只要有贸易 就永远有贸易恢复 就永远贸易创记录 那这一块他会创记录 第二块呢 就是炒股 好证券 这一块呢 这短期的资本也会有 但是其实习近平最想要的 我们说就直接投资 搞制造业 高科技含量的直接投资 这是习近平想要的 低水准的呢 实际上他并不想要了 现在 那这一块实际上 基本上都就是 除了已经决定的项目 他必须要执行 基本上都已经 都已经走了 这个我老跟和平说 这下次呢 我就给你介绍一个 华尔街的人 你也很熟 就说这个人呢 现在其实在中国呢 他就是在搞 给这些投资搞布 他告诉所有的 奥菲斯都已经关了 都撤出去了 而且呢 他在讲说呢 就是现在就是对习 没有信心 他说呢 你想 他说现在不能进行 这种投资 这种分析 为什么呢 你要进行投资 你像长线投资 对吧 你要人家让几百个亿 几千个亿 几十个亿砸进去的话 人家要对这个国家进行 宏观的经济和政治分析 进行风险分析 像这些数据 成了国家安全的 这个威胁 成了窃密 或者你让人家 像瞎子笼子的投资 人家不可能嘛 所以现在呢 这些外资 在这方面的投资 现在只有短期的 这种贸易啊 和这个证券的炒作 这个我觉得 他可能会创伤极路 因为这牛市有牛市的潮法 熊市有穷市的潮法 就买空卖就行了嘛 好 这个呢 我就说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这个 其实呢老百姓啊 信心其实跟那宏观数字 没什么太大关系 老百姓不看那个玩意儿 因为你就今天 你把十个老百姓 给拽出来 你问他GDP 我估计他有五个 不知道GDP是什么 另外四个人 他根本就不会去看 中国每天的GDP 他就是根据自己 实际的感受 比如说投什么 什么不赚钱 对吧 企业家 他就是 因为他就有的时候摔 你这个国家经济不好受 那我也可以在 总有好的领域 往那投资 现在是呢 所有的领域 好一点的领域呢 都被国家给垄断了 那么不好的领域呢 现在就是 那都是往里白赔钱 至于说呢 中国的经济 你看前一段时间 习近平 那也不像和平说的 政策没有出 他应出尽出 因为我们说财政也罢 金融也罢 他全已经到了顶点了 都已经放到顶点 就是我们说 政府的政府 政府能手里有的政策 就这样 现在连安全部 现在不光是公安部了 你2015年 公安部去抓人 到上海抓人 然后把这个股灾 才止住 现在就在这个 国家的金融会上 安全部列挤 而安全部 前一段人连发三文 就是说要 安全工作 要这个金融安全 要保证 安全部要进行介入 如果 而且呢 关于说这个 关于畅衰 不许畅衰 等等 畅衰就是威胁 国家安全 安全部介绍 和公安部介入 有什么不同呢 安全部的办案 就是首先 就是说归结为 是境外势力 你是服务于境外势力的 如果即使没有境外势力操纵 你也是服务于境外势力的利益 安全 而且安全部的办案呢 不受一般的形式诉讼程序的约束 他就按照自己自办 那个 他可以这样 就像前段时间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在作证 说美国正在 美国国家 重建了中国的安全 在中国的间谍网的时候 他就讲到了 前一段时间 美国的 这个多少年前 说美国的间谍网 受到了摧毁 现在二十多个人被毙掉 那还有的人是为 当着其他人面给毙掉 那当时媒体也不报道啊 他不换死刑 你也查不到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些呢 就是他的政策 已经不仅说 市场国家 市场经济国家 他政策都已经出来了 他现在正 你像现在讲起来呢 中国就是三大隐患 习近平讲了两个 一个是金融 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是金融呢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 当然这个外面谈的 还有一个房地产 还有一个地方债务 就或者这政府 包括政府的债务吧 那你说政府的债务就是什么 老百姓现在没有信心 把钱存起来 政府呢 就是那个刚才 什么也讲 卡恩斯的观点就是说 如果老百姓存钱不花呢 政府就要进行 适当财政扩张 替他花 这政府替他花 本来应该能够带来 经济的景气 那孙立平先生 在今年的年初 一篇文章说 现在政府把钱 砸那么多进去 无论是举债 还是财政扩张 还是金融狂 现在是什么呢 就老百姓 还是没有信心 为什么 就叫新闻 钱全砸到硅谷去了 砸到硅谷是一种创新 是烧钱去了 这不是个神经病吗 那个硅谷 那个企业都是 华尔街弄出一小部分 风险投资来干的事 他把它当个国际民生的事 老百姓吃饭的 未来的饭碗 他当成这个来砸钱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觉得 这个 他这个整个的这种政策 最后肯定是砸水漂 一定是一地低毛买乌创仪 至于说呢 他也许到那天了 他已经阳寿不在了 或者他病重的时候 那有个什么人 把他给解决掉 就完了 一个势力给他解决掉 反正要解决的人很多 前面圣 前面圣明也讲到了 现在他前一段时间 确实得罪了太多的人 我刚才也讲了 我不是说否定习近平的动机 我刚才讲 他的动机呢 是看到了一些问题 他也 因为他上位之前 他看到一个问题 他也想解决这问题 这解决这问题 也挺有道理 问题就是 是二字之一的独裁者 哪个也不是想 获国殃民上台的 哪个也不是像 历史上的昏军暴军那样的 他就是想觉得 国家病重了 确实这个国家病重 然后他带着一套 辉弘的解决方案 登台 为了解决方案 所以说我要建立独裁 我要建立专制 因为老百姓不接受 利益集团的格局 不接受 所以我要进行清理 那最后问题 你的方案 要是不许自由讨论 不许进行 理性的研究 不许务实的话 那最后的结果 就是要必然失败 所以历史上 在独裁者当他失败的时候 谁也不记得他的动机了 我觉得人类政治 有着老重复 谁也不记得动机 就说这个家伙 上来就是要霍国 也没什么 希特勒权都是这样 上来就是要杀人 就是要干坏事 但这个不再问他的动机 但是最后就是 就是这个人 好像就是 你生来就是个坏人 基因上就是坏人 然后还查什么 家族上就是坏人 这个精神病 其实我觉得这些看法 如果你玩自己独裁者 包括斯大林 这人上来的时候 像他那个苏联 那个工业化的 我也讲到说 他俄罗斯 俄罗斯当时成了一个 西方的落后国家 就成了能跟美国 并驾齐取的强国 在经济上和军事上 你说他 你说你算不算成功 希特勒几年时间 把整个的德国的 一蹶不振 包括没有信心的 变成了欧洲第一强国 一个人打败了 这个整个欧洲 要不是美国接触 他大概就把欧洲给打败了 你说他算不算成功 日本你说他算不算成功 他把整个亚洲 要不是碰到美国的 他把亚洲全给征服了 你说他算不算成功 就说按照中国 现在的很多的 粉红和五毛观点来看 那些民族主义情节的 情愫这些人来看 那他们就是很成功 只不过就是在 他们的公共教育中 这些人已经被抹黑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习近平 现在也是属于这种人 这种人带着一个 美好的什么梦想 他就叫中国梦吧 登台最后会 如果他搞暴政和独裁 禁止讨论 禁止别人有不同意见 而一定要去 用这个学习的 用这个铁血的方式 实现他的意志的话 那么搞一个不合实际 不接地气 不通人性 不接地气 就不符合客观规律 不符合市场规律 不通人性呢 就是说 要让别人做出 这个超人 要把每个人都变成一个 为了他的理念 去做牺牲的话 那肯定这个是要失败的 我再补充一下吧 就说到就是经济有没有信息呢 你就看经济会议讲了三点 就说要稳预期 第一个 第二个要稳增长 第三个是稳就业 这三个如果稳住 就会有信心 问题在他稳不稳得住 比如说稳就业这一点 那就几乎是做不到的 就就业过去中国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很多地方甚至还有 有劳动力不足的现象 但现在呢 因为就是 一个换党和转型 过去吸收在房地产上面的 差不多中国30%到40%的就业呢 他至少会有 大概三分之一会吐出来 这劳动密集型的 他吐出来他没有地方去 其他的地方很难吸收 因为现在中国是从 砖头经济转向 高科技转向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 很多地方是无人工厂 黑灯工厂 所以就业非常难 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 所以稳就业这一点 本身就很难做到 至于说稳增长 就更难了 因为过去中国是平均是 三十年都两位数以上的 那现在也就是五四 我能到六就不错了 就你怎么稳这个增长 就实际上中国的 增速是在下降 最难的是稳预期 因为人们的预期过去就是 每一年我就我的 身价值10%的增长 你今年是1000万 明年就是1100万 每年都是这样的 持续了30年 就像人们对房价的 这种预期一样的 房子就是涨的 人们对股市的预期倒是不错 股市就是这样的 这倒没有太大的冲击 就股市现在降 和以前降 反正就是那两亿股民吧 在里面也都套牢了 反正天天骂娘也骂了30年了 再骂也骂出什么新花样了 他过去他就没有什么好的预期 这点反而是 就不是问题了 就预期这个问题 是最大的一个 习面临的矛盾 可以说习呢在政治上 他很幸运 但他在经济上的 他很不幸 政治上的幸运 就是他上来的时候 所有的贪官 中国官员 基本上都吞噬了腐败这个毒药 历史又把那个解药 交到他手上 所以他很容易在政治上的 实现他的控制 就算他刚开始上来 他没有自己班底 也是由于两派的那个相似不下面 大家选择了他 他这个位置不是他抢来的 真是躺在那儿得来的 所以他很容易在政治上 实现他的控制 但经济上他很不幸 因为经济当时中国已经走到 走到顶了 很多东西是非转不可了 不能在房地产上 再继续去投 房地产投 我们今天也看到很多高铁车站 从造好起 他就没有 没有开放过 就没用过 中国很多建设是重复建设 平均每一家中国人 是有1.5户的房子 就是家家房子都是多余 你再去拉动房地产 就等于把钱都 不停地埋在那个砖头下面 沉淀在那里面 所以他必须转型 面临的转型 你就要 就要制造 大量的失业 那经济就会减速 现在还没有负增长 要负增长的话 那心情就更不好 就做过股票 你就知道 当你对一个公司 你的预期 它很不好的时候 它就真的 那个Earling Report出来 就是基督报告出来 它不好 你甚至的股票都会涨 因为它的预期 已经在你的这个之下了 它已经预期到不好了 而中国的30多年 给人的一个印象就是 它的预期永远是很高的 是很好的 所以出来 比你的预期低一点 实际上还是增长的 大家都会受不了 昨天出台那个政策 也是在预期问题上 闯了祸 为什么呢 因为前两年 已经对教培行业 对那个游戏 这些 已经打过一次了 打了以后 现在又在往回班 所以大家 没有预期到 中央又会出台一个政策 关于游戏网络的 这么一个政策 尽管是试询方案 所以远远超过了 人们的预期 觉得你不该这样干了 预期就是这样的 结果一出来 两个公司5000亿的损失 整个股市 可能是上万亿的 几万亿的损失 甚至 波及到美国 这就是一个预期 你怎么稳这个预期 所以我说它经济上 很不幸的 就是 它面临的这个局面 它也好 李强也好 这个经济换党 经济转型的局面 这个转型过程中 必然要 打破很多预期 这个预期你怎么稳住 非常难 加上的 你又 手下没那么多贪官了 那贪官是非常接地气的 他们知道 哪个政策能出来 哪个政策不能出来 因为如果他们 一旦处置适当的话 不光他们贪污的 就机会没有 他们的官也会受到损失 他们对经济发展的 关心绝对超过现在 那些不贪的官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